3月23日凌晨 人在美国留学读书的新二代法图麦里 回族在社交网更新一则动态 配文仅两个字三月 并分享一组自拍近照 看似心情相当不俗 或许是忙于学业的缘故 法图麦已许久未上线更新动态 上一条还是去年2022圣诞节 今次po文算是2023年首次 曝光照片中 只见20岁法图麦身穿一件白色修身 背心搭浅色牛仔裤 露出纤细小蛮腰 隐约间可见马甲线 肚皮右侧偏上位置半月牙纹身 纹身十分瞩目 这是祭奠王傅所赐 披着一头乌黑长发的他 拿着手机站在梳妆台前 对静凹造型自拍 既时尚又潮流 心泛十足 童年的时候 小法颜值颇受外界非议 遭网民击讽为三角眼 皮肤黑 可是俗话说女大十八变 长大后的把图麦逆袭成为美少女 一向对身材容貌自信的他 还不忘晒出一张对脸镜照 露出的额头眼睛 鼻子太像爸爸李勇了 甚至连发型都如出一辙 妇女俩似柄应 把图麦晒照没一会儿 导演妈妈哈文第一时间 赶到评论区留言称 青春就是这么任性 并配上土蛇麦萌MG 骄傲之情 易于言表 李加油女初长成 从哈文与小法的发文IP 定位美国来看 母女俩人在大西洋 彼安定居洛杉矶 已有好几年未曾回国探亲了 包括春节 事实上 自从五年前 2018 10月25日 央视名嘴李勇 因病离世 喉癌之后 一双哈文便带着爱女法图麦 离开伤心的远赴美国生活 2020年3月 小法以优异的成绩 顺利考入美国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 巴纳德学院 与京东老板娘奶茶妹妹 张泽天是校友 今年上大三了 据哈文先前透露 女儿小法大学 所选专业是偏神经科学 并不算热门学科 不过 在校园课外生活中 遗传父母艺术气息的法图麦 还俯修了戏剧表演专业 而且已如愿出道 去年9月 法图麦一幕处女作科幻短片 Igress上映 Botume另名字 位列于Cast演员一栏 虽说该短片内容时长 故事情节尚算完整 但作为主演的法图麦演技 稍显稚嫩 毕竟这才是他人生的第一部作品 未来可惜 时光匆匆 五年时间快过去了 现如今的哈文 已渐渐走出失去之亲的悲痛 女儿小法的优秀长大成人 便是其最大的欣慰与交代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